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400部地藏经200万生地藏号,终于求得如意眷侣 2020年8月我结束了6年的异地恋,身心极度痛苦,经常做梦痛醒,不停找人倾诉 在这种情况下,家里开始给我介绍相亲,因为那时我已经29了 我抱住不拒绝,不接受态度开始相亲,经常是见了一两面就没有发展的兴趣了 我看到他们的总是他们缺点,就这样2020年过去了,幸运的是我以前学了点佛法 只是以前学佛目的是求福报,求工作等等,虽然最后都求到了 其实并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受用,烦恼并没有减少,这时候失恋给了我契机 我是在2020年10月份在佛菩萨前发了求妻愿,发愿如下 弟子在此致承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致承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法 致承顶礼十方一切贤圣僧,一念一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三拜 南无地藏菩萨摩赫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赫萨,祈愿三宝 祈愿南无恶弥陀佛,慈悲佳佑弟子 弟子由于累世今生千方百计勾引良家妇女 勾引他人老婆,出轨,看黄片,看黄书,自卫,身口意长行凝宴 而不得如意,真良眷属 长行邪淫,又因累世今生杀生业重,而账重会前,福德浅薄 如今年岁渐长,尚未婚娶,令父母担忧烦恼 身为人子身为愧疚不安 今为了成全人子承欢西夏之孝道 为了求取菩提眷属同修共进,同生西方 为了养育能何丹如来家业的福慧双全之子女 弟子从今日起痛彻忏悔往西京时一切邪淫杀生罪业 为愿地藏菩萨善巧安排 促成弟子早日找到合适的菩提眷属组成佛化家庭 弟子对未来的菩提眷属的要求是 一,有善根,能够接受弟子学佛 二,孝顺父母,善良,脾气好,有德,积极,乐观,向上,性格开朗 三,是正式编制工作 四,长相端庄美丽,身材好,是我喜欢的类型,他也喜欢我 五,他父母踏实开明,能在事业生活上帮助我 六,能成则快成,不能成快分手 弟子发愿,一念地藏菩萨一百万声 二,地藏经一百遍 三,戒除邪淫,不看黄片,不自卫,不玩游戏 并随人随力劝止他人邪淫,劝人念佛学佛 四,拜颤五十步 五,平时努力以五届十善业去断乐修善,多行不失,多说爱语,多做有利于他人的善事 与人方便,助人危困,接触善友 六,孝顺父母,尊敬长辈领导 常反观自省,忏悔自己我慢供高悖逆之心 七,每月供养三宝二百元 八,月行一善 祈愿地藏菩萨大展神通,慈悲巧妙安排,满弟子求贤良之妻的善愿 弟子愿将一切善行功德,西街回向弟子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求得所愿之伴侣,回向弟子命中时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发了愿之后,心情轻松不少,有了寄托,每天专注于功课 只是当时失恋的烦恼情绪缠绕,功课量并不多,最痛苦的时候 拜一步颤,身心就会平静下来,重要的是第六条 能成则快成,不能成快分手 我每次相亲前就会在地藏菩萨前祈祷弟子要见某某女孩 如果是菩萨赐予的如意眷侣请素成,不是请素分,每次都很灵验 基本上超不过一个星期,唯一例外的是当时遇到一个老师 我挺喜欢她,可是她信仰基督教,除了一个星期,虽然两个人比较合拍 但因为信仰不一致,分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 有一天晚上跟她说在处处如何,她高兴地答应了 但是我还是点香在地藏菩萨前进行了晨白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女孩发信息说,还是决定不除了 并且删了我的微信 当时还很纠结,努力挽回不可得 之后才想到这是菩萨给的迅速感应啊 现在在看两个人确实不合适 不仅是信仰的问题,多亏没成 相亲很多女孩后,发现见的女孩一个不如一个 原来婚姻也是需要福报的 很多女孩甚至是自己以前完全看不上的 没想到相亲之后她还看不上我 我也明白了是自己业障所致 七月份时候去五台山进行了大潮台 又三步一拜带罗顶,祈祷自己业障消除 能早日遇到圆满结束时候在台怀镇做了个梦 梦见前女友跟一个男孩在一起 后来无意中抖音推荐 发现真的跟梦一样 原来她已经结婚了 我彻底放下了 更明白佛说的一切都是无常幻化的 哪有什么真的爱和恨 以前觉得我们的爱比石头很坚实 其实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都是执着 都是假的 似真非真 回头看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我曾问师父一切法是什么 师父言就是让你一切执着的东西 我听后豁然开朗 对于世间的人与世放下不少 回去后 仔细反思了自己 自己去年十月份发的愿 到来年七月了并没有好好去做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我爸妈急得每天催婚 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认真执行功课 发愿每天三步地藏经 至少五千升地藏圣号 这个功课量对我来说很大 因为我还要上班 此后我放弃了一切聚会 上网时间 每天一醒来就是读经 上班时候一有闲时间 自己就躲在楼道里读 下班了在宿舍读 很快地藏经达到了一百步 但是婚姻依然没有什么反应 反而遇到的人更加奇葩了 这时候我想起了 孟参老和尚说的一段话 求地藏王菩萨 完成自己所求如法的事 发心念圣号就可以了 一百万不成 就念两百万 两百万不行 就念三百万 只要自己对地藏菩萨有信心 一定能成 也明白 这也是自己的恶业所致 地藏经言 若多此欲 从初入时 至百千节 一日一夜 万死万生 求一念间 暂住不得 除非夜境 方得受生 以此连绵 故称无间 我现在所受的 虽然不是无间地狱 但是恶业不消尽 是不会有善业升起的 我家里虽然到处 拜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但是我明白 没有什么用的 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 按照 粘茶善恶业报经所言 应当干受 勿令一毁 我又重新发了愿 继续送一百遍 并且加大了功课 每天最少一步颤 工作一休息 就去庙里做一工 师父给我开示 你认真一心做功课 菩萨赐给你的 是最好的 是你自己想不到的 这句话 给了我很大信心 后来我在每天保证 前面功课的情况下 又参加了法华经共修 送了七步 但是相亲遇到的困难 更加恶劣 我比较严控 期间遇到了两个好看的女孩 相处过程中发现他们欺骗我 背后一调查才发现 是跟领导有说不清的关系 若非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现在的我女孩 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也知道这是恶业爆发了 只能是更加精进忏悔 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家里给我介绍了一女孩 我并不想见 因为我之前见过 但是母亲觉得很合适 觉得女孩家里条件很好 还是书香门第 就给我疯狂推荐 我跟我母亲关系一直很好 从来没有红过脸 但是这次对我进行了恶骂 说我脑子有病 学佛学神经了 并且发动家里亲戚 一个个给我打电话 我实在忍不住了 在佛前跪住痛哭 开车的时候 疯狂地念住地藏菩萨圣号 念到撕心裂肺 泪流满面 心情平静了 想我就是为了我母亲 也决定在处处 女孩是一名老师 相处之后前妻感觉还行 她竟然也学点佛 但是是民间信仰那种 我觉得是菩萨赐予的 开始认真处 后来发现女孩缺点很多 每次见面都不听说我缺点 说我不喝酒是没有生活趣味 我性格比较幽默 但是跟她说话 她说我嘻嘻哈哈是不尊敬她 我微信说的话 经常圈起来说这句 说这不对那不对 她会做饭 每天要求我必须会做饭 我说我会学 她对此并不满意 时间长了我感觉很压抑 她经常动不动生气 我不喜欢吵架 拜颤后 心里平静之后经常跟她道歉 她却跟我冷战 她觉得我并不成心 之后我拜颤时候 跟菩萨成白 如果不是您安排的 尽快分吧 没多久因为一件小事分了 之后她家里不甘心 又几次找人回来说服 我都拒绝了 后来我妈才跟我说 那会逼迫我的原因 是她自己偷偷去算卦 算卦指向了这个女孩 她家里算卦也指向了我 我想我和这个女孩确实有缘 但是是恶缘 借此我遭受小小痛苦 乐了这一段恶缘 不然结婚后 绝对鸡飞狗跳的这时候 已经11月份了 家里又介绍了一个女孩 此时因为上次相亲 心里很不舒服 并不想见 母亲说绝对不会再逼你 你不愿意绝对不强求 我也就去了 没想到见面之后 发现跟我所求的完全一致 但是自己还是不敢确定 还是惯例在菩萨前 进行了祈祷成白 后发现她性格娴淑 善良 颜值高 身材很好 是一名公务员 还是一名学霸 她很欣赏我 觉得像我这样的男孩 很少见了 在生活中很包容我 就在这样互相欣赏认可中 很快 我们认识五天在一起了 应了我许的愿 能成速成 现在确定关系一个多月了 她跟我说 跟我在一块好像认识好长好长时间一样 她虽然不信佛 但是支持我学佛 我很感激了 我拜访了她父母 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从跟她的相识 我深深感受到了地藏菩萨的加持 她是几乎不跟我家有来往的一个人介绍的 有一次我爸妈在外面吃饭 突然她过来说 听说你儿子在哪哪上班 给你们介绍一个对象 我母亲后来也感叹 之前拜托了那么多人 请多少人吃了饭 相亲了快有二十个 没想到最后成的如此容易 从七月份开始精进 这个过程中 我送地藏精四百步 地藏圣号两百万生 拜颤一百步 我不仅收获了爱情 而且感召了我母亲 我姐姐学佛 他们现在每天持圣号比我还多 最幸福的是我对佛法有了领悟 烦恼生起的时候知道怎样去对质 借此供养大家一个祭子 是我失恋时候 师父开始给我的 我难受时候就疯狂念这个祭子 就会脱离难受的境地 很管用 过去一面 切勿纠结 未来未至 亦无忧愁 现在无幸 随遇而安 找媳妇这件事 世间人不学佛也会有 碰到命里有缘的女孩也就成了 这叫夜感元气 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学佛了 地藏经言若非微神 急需业力 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夜 而是佛菩萨的神通慈悲 这叫感应道交 跟住夜走 结了婚的该离婚的不会不离 跟住佛菩萨走 出善 中善 后善 而且地藏菩萨有一切智 有天眼通 微神势力不可思议 地藏菩萨赐予我们总是最好的 最适合我们的 因为大德对感应道交原理 阐释得很透彻 问 既然凡事都有因果 是自己的 孙玉确之而不可免 不是自己的 孙玉求之而不可得 那为什么虔诚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又能够求七得七 求子的子呢 念圣号能破除因果率吗 答 你的疑惑是谈凡事都是因果 叫自作自受 这是站在自己的夜里的元气法来说 是这个样子 但现在说你念观世音圣号 又能求七得七 求子的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谈到宗教的感应问题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仰求佛菩萨的慈悲愿力的这种加倍 全设佛功德为自公德 就能转变自己的因果率 变成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就是谈宗教信仰问题 那观世音菩萨 他是因地当中发了这个愿的 他是有这种能力的 所以你只要置心去求 感应道交 你就能求到有福德 据长相的妻子 你可能命中没有儿子 你知诚感通 就能得到 这就是佛菩萨慈悲愿力的加倍所致 所以这个因果率 不是你的业力的因果率 乃是你感应道交的妙音妙国总结 地藏菩萨是满愿菩萨 微神势力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得真修实干才行 我们骗得了自己 骗不了菩萨 骗不了业果 我从2020年10月份开始发愿 但到2021年7月浑浑噩噩 没有好好修行 什么效果都没 直到7月份开始精进修行 马上发生了变化 11月满愿 并不是菩萨不慈悲 而是我们不肯去做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